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 我们将聚焦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热点事件 首先 副总统贺锦丽获得了90多名企业高管的强烈支持 他们联署公开信 呼吁他参选总统 期待他能振兴经济及维护民主 这些高管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的支持不仅是不仅是个人偏好 更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体现 然而另一边 前总统特朗普的封口费案却引发了巨大争议 法官将此案的判决日期推迟至美国总统选举后 这一决定引发了对于法律与政治之间微妙关系的广泛讨论 特朗普面临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前总统 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治的激烈竞争与复杂局势 贺锦丽的支持者们期待他能带来新的希望 而特朗普则在努力争取选民支持 试图将法律困境转化为政治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副总统贺锦丽正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近期超过90位企业高管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表达对贺锦丽竞选总统的强烈支持 这些高管来自多个行业 包括消费者评论网站Yout的执行长 百事公司福特汽车和雅虎的前执行长等重量级人物 他们的支持不仅出于个人喜好 更是基于对贺锦丽能力的认可 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期待 这封信的发布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高管门指出贺锦丽在经济复苏就业机会创造 及维护民主方面的承诺 正是他们所期待领导力 他们相信贺锦丽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重镇经济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不仅企业界贺锦丽还获得了执法界的广泛认可 超过100名现任和退休的执法官员公开表示支持她 强调她作为检察官的背景 和她在遏制枪支暴力方面的坚定立场 这些执法官员认为贺锦丽在法律和公共安全方面的经验 是她成为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理想人选 贺锦丽的支持者们认为 她的当选将为美国带来新的希望 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她积极推动一系列政策 旨在改善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平 例如她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旨在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并改善全国的交通和通信网络 这些政策不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还能为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贺锦丽在维护民主方面的努力 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她的推动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旨在保护选民的权利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她的支持者们相信贺锦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民主制度 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这封信背后是一群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企业领袖和执法官员 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 更关心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他们希望通过支持贺锦丽 能够推动美国走向一个更加繁荣和公正的未来 总的来说 贺锦丽的支持者们认为 她的当选将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她不仅是一位女性领导者 更是一位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实现经济复苏和维护民主的强有力候选人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贺锦丽的领导力和愿景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 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人物前总统特朗普也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的漩涡中挣扎 最近特朗普因严口废案被裁定罪成 这一事件无疑在美国政坛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负责此案的纽约州法官宣布将判决日期推迟至11月26日 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这一决定显然是为了避免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产生影响 特朗普这位78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正面临着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 所有的指控均被裁定成立 这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前总统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不仅让特朗普的政治生涯蒙上阴极 也让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案件中 严口费的故事如同一部悬疑剧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事情的起因刻意追溯到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 曾向一位燕星支付了严口费 以防止他公开与他的关系 这一行为被指控为伪造商业记录 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定罪 然而特朗普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称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他的支持者们也纷纷站出来为他辩护 认为这是民主党试图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的阴谋 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愈演愈演愈演愈电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定罪将对他的竞选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选迷心中留下的印象 尽管如此 特朗普依然在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试图将这一事件转化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机会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特朗普的未来充满了悬念 无论是他能否成功当选 还是他在法庭上的命运如何 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 更是整个国家在面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时 所展现出的挣扎与挑战 特朗普的严口废案 或许只是美国政治舞台上众多戏剧性事件中的一幕 但他所引发的讨论与思考 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酵 川普的封口废案 也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 纽约法官莫卡宣布 将原定于9月18日的判决日期推迟至11月26日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法官在裁决中表示 这不是本庭轻率做出的决定 但在本庭看来 这是最能促进司法利益的决定 川普的律师团队曾请求将判决推迟 以便对涉及总统豁免权的未决裁决提出上诉 显然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这已经是川普封口废案的判决第二次被推迟 早在今年5月 川普就被大陪审团裁定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 此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使得每一次的延期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 许多人开始猜测 这是否意味着川普在政治上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甚至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再次崛起 与此同时 川普因应最高法院早前裁定总统认为的公务行为 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 要求撤销定罪的请求 法官将在11月12日做出决定 这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无疑为川普的竞选之路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川普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史蒂文章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答案根本不应该宣探 并指出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规定 川普的封口废案和其他法律问题应该被捕毁 这立场不仅反映了川普团队对法律程序的坚定信息 也显示出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不屈精神 在这个充满叠数的时刻 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密切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支持者们希望看到川普能够顺利渡过这一难关 继续为他们发声 而反对者则期待法律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一案件 维护法律的尊严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法律与政治的博弈 注定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副总统贺锦丽的支持者正不断壮大 最近超过90名企业高管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表达对贺锦丽竞选总统的强烈支持 签署这封信的高管们来自各个行业 包括消费者评论网站Yelp的执行长 百事公司福特汽车和雅虎的前执行长等重量级人物 他们的支持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 更是基于对贺锦丽能力的认可 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期待 这封信的发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高管们在信中指出 贺锦丽在经济复苏 创造就业机会 以及维护民主方面的承诺 正是他们所期待的领导力 他们相信贺锦丽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重振经济 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除了企业界的支持 贺锦丽还获得了来自执法界的广泛认可 超过100名现任和退休的执法官员 也公开表示支持她 强调她作为检察官的背景 以及她在遏制枪支暴力方面的坚定立场 这些执法官员认为 贺锦丽在法律和公共安全方面的经验 使她成为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理想人选 贺锦丽的支持者们认为 她的当选将为美国带来新的希望 她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积极推动一系列政策 旨在改善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平 例如 她曾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旨在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并改善全国的交通和通信网络 这些政策不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还能为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 贺锦丽在维护民主方面的努力 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她的推动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旨在保护选民的权利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她的支持者们相信 贺锦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民主制度 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在这封信的背后 是一群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企业领袖和执法官员 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 更关心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他们希望通过支持贺锦丽 能够推动美国走向一个更加繁荣和公正的未来 总的来说 贺锦丽的支持者们认为 她的当选将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她不仅是一位女性领导者 更是一位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实现经济复苏和维护民主的强有力候选人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贺锦丽的领导力和愿景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 特朗普的名字总是引发热议 最近前总统特朗普因严口废案被裁定罪成 这一事件无疑在美国政坛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负责此案的纽约州法官 在周五、六日宣布将判决日期 推迟至11月26日及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这一决定的背后 显然是为了避免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产生影响 特朗普这位78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正面临着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 所有的指控均被裁定成立 这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刑事指控 而被定罪的前总统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不仅让特朗普的政治生涯蒙上阴影 也让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案件中 严口废的故事如同一部悬疑剧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 曾向一位艳星支付了严口废 以防止他公开与他的关系 这一行为被指控为伪造商业记录 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定罪 然而特朗普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称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他的支持者们也纷纷站出来 为他辩护 认为这是民主党试图阻止他 再次竞选总统的阴谋 在美国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愈演愈烈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定罪将对他的竞选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选民心中留下的印象 尽管如此 特朗普依然在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试图将这一事件转化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机会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特朗普的未来充满了悬念 无论是他能否成功当选 还是他在法庭上的命运如何 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 更是整个国家在面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时 所展现出的挣扎与挑战 特朗普的眼口废案 或许只是美国政治舞台上众多戏剧性事件中的一幕 但他所引发的讨论与思考 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酵 随着判决日期的临近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期待着这场政治与法律的较量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无论最终的判决如何 特朗普的故事都将继续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流淌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也成为未来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案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为贺锦丽辩护 超过90名美企高管联署挺贺锦丽当总统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他们看重的是他在经济复苏 创造就业机会及维护民主方面的承诺 想想看 这些来自百事 福特 雅虎等大企业的高管 可是数得上的业界翘楚 不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 贺锦丽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能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改善全国的交通和通信网络 试问 这样一个有实际 有远见的领导者 难道不值得我们支持吗 楚天书 你是不是喝了太多百事可乐 脑子都冲昏了 贺锦丽的政策听起来是挺美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她在实际操作中 能否落实这些承诺 这个世界可不是童话 她不是仙女教母 挥一挥魔法棒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更何况 她过去的政绩 也并非一帆风顺 你说她能解决经济问题 我看她先解决一下 自己的支持率问题吧 再说了 企业高管支持她 难道不可能是因为 他们看中的是 贺锦丽背后的资源和利益 谢琪琪 你这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连童话都搬出来了 让我们回到现实 看看事实 贺锦丽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推动了一系列政策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平方面 她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她的执法背景 使她在遏制枪支暴力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 得到了超过一百名现任和退休执法官员的公开支持 你说她的支持率问题 这不正说明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吗 还有哪些领导者能得到如此多元化的支持 楚天说 你这套宣传词听着真相是从竞选广告里搬来的 贺锦丽的执法背景 别逗了 这背景可是让她在一些社区里落下了不少骂名 她过去在加州担任检察官时的一些决策 至今还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你说她推动政策 那些政策到底落实了多少 美国的基础设施问题可是击中难返 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就能解决的 而且执法官员的支持 也许更多是基于她的过去 而不是她的未来 我们不能因为一封高管的公开信就盲目相信一个人 谢琪琪 看来你对贺锦丽的承见挺深啊 你提到她在加州担任检察官时的决策 那正好说明她敢于面对挑战 不怕得罪人 而且她的政策落实问题 可以通过更多的合作和创新来解决 你知道吗 罗斯福新政也曾被质疑 但那却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具有影响力的改革之一 贺锦丽有能力 有魄力 也有支持者 她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的罗斯福 就算你不相信她的能力 至少要给她一个机会 看看她能否带领美国走向新的辉煌 这可是你我之愿景呀 楚天书 你这套新时代罗斯福的说法可真是够创意的 但别忘了 罗斯福是实干家 不是光说不练的嘴把事 贺锦丽要想成为罗斯福 还得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 而不是靠一群企业高管的公开信来刷存在感 你提到她敢于面对挑战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 她是否能有效解决这些挑战 仅仅依靠背景和口号是不够的 美国选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改变 而不是华丽的包装 贺锦丽能否成为那个带来改变的人 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来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系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点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